东京2020奥运会内地奥运建议代表团 到伊丽莎白体育馆出席奥运建议大会演 侵入不同的运动和经济比试 展现非凡体育风采 他们并且与香港运动员真情对话和交流 又向现场观众分享比赛经验和感受 这次安排内地建议访港其实是充满挑战 因为我们仍然是在控制疫情的期间 所以代表团的每一位成员 其实为今次访港是做了大量的筹备工作 甚至可以说是做了牺牲的 因为他们在抵港之前要做很多准备 来到香港这三天要按着非常严格的防疫措施 甚至不可以像以前那样 有一些自由时间的活动 当他们明天结束了香港三天的访问 是需要在珠海隔离十四天的 大家可以想象 对于每天都要很认真很严肃 去培训的运动员 要隔离十四天 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所以在这里再次为他们鼓掌 大约1,900名市民在体育馆现场欣赏节目 内地奥运建议代表团 将会在12月5日下午离开香港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